沙石車的行動監控 車輛用科技來治理縣市 用科技來管理 四機的寬敏也就是Vimex的一些建設 讓機組的建設能夠覆蓋全國 也有七所大會業校來合作推動高雄學員的智慧堂 在學校裏面能夠普及 優化校園的方案 科技與經濟結合的資訊服務 五年推動的資訊服務案 還有E-Taiwan的這個計畫的實施 多元化的M-POTO行動入口 那麼這個M-POTO這邊呢 不只是生活行動方面 另外我們行動商務協會的成立 也在自己促使應用政府的成果 技術的建設在連接性的應用 所以我們在去年7月份就成立了行動商務協會 下面 那麼這是 都是未來 就是現在高雄線 已經有一些聚集的 魅力山山 就是鳳山 騎山 還有一個是 鋼山 現在有山山這部分 已經在VYP 還有網際網路 行動資安上 還有行動入口上 這些方便 已經進行的開始 有一些行動 下面 這個是一個M-POTO 那個 不現走的車子 本來我們是預計在上面有一個車機 GPS GPS從線輔這邊出發 出發以後 我們通過Wireless無線 然後乘速到這邊 乘速到這邊 這邊有電子電子 上這邊打房 就可以看到 對 今天是怎麼打的料 是 沒有 我們準備的不好 我們準備的不夠充分 請先來原諒 我算 那麼這個是 致命 我們的理事長 來帶領我們的 我們設計一個LOGO 那麼這個是一個雲端 那麼現在的雲端運算 也在高雄開始展開 高雄的燃營園區 那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行動商務協會 已經扶持了六個 六個這個公司 進入到高雄燃營園區 這個另外就是 幫我接一下 六個 六個團類已經進到 包括機上和阿拉丁的網路電視台 還有這個手機新聞頁 所以我們建的雲端 讓我們的資訊 能夠通透 能夠放射出去 從高雄出發 能夠放射到全世界的全球 再來就是 我們高雄呢 我們一二三 逐步的提升 逐步的建設 逐步的建設 讓我們再掛這條線 是我們強調在立化 就是我們要經營高雄本地 讓這個地方的 這個 就業的人口 這邊的建設 資訊的建設 能夠發揚 更大 那我們最後一張 這個 理事長 張志明理事長 成立了這個 高雄雲端 私信的服務團隊 那我們這裡有最後一個建點 整合大高雄無線程式資源 達到無線服務的 無縫化 無死角度